其实我觉得吧 我能来就像你说的 缘分这个东西特别的重要 而且是什么驱动我来呢 你这句话说 看看星盘你该不该来 我这一看觉得 这个时候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马上就要水逆了 你这要是跟我晚十天说 什么什么 我就不来了 所以马上就要水逆是12月 没错 12月19号 开始水逆 水星逆转吗 水星逆行 12月19号到1月8号 那我肯定不来了 说啥都不来了 为什么 因为水星逆行的时候 最记最记的就是长途的旅行 经常有飞机延误啊 这个是有统计数据的 在水星逆行的时候 飞机延误的概率非常大 然后呢 你的时间表突然就错位了 你订的这班机 你突然就觉得 好像是坐这班机 时间就错了 然后呢 有一些交通事故 也会在水泥的时候发生 有一些联络上的这个错位 比如说你发错了信息 就是文涛想给现女友发 最后发到前女友手机上 真的 我跟你说 这个微信呢 千万别发错 真的 真的 现身知道 千万别发错 他没有微信 你没想到不是一个女友 还要发给好几个 就回来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就赚不回去了 他也没挺志在啊 这个真是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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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